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勾四叶草 我这个是用蕾丝线来勾的 可以勾四片或者是五片的都可以 还有就是勾好之后 我们也可以在中间给它放一个装饰 可以做发夹,做胸针什么的都可以 好,现在我们开始学习 好,现在我们环形起针 我这个是用蕾丝线来勾的 1.5的勾针 我们先在这个圈圈里勾八个短针 那这个呢,我是勾的四片叶子 好,八个短针勾好之后 我们把线圈拉紧啊 和第一针呢,给它引拔一下 接着呢,我们七个辫子啊 然后我们倒数第二针 挑半针啊,往回勾短针 三 四 五 六 六个短针,然后我们再下一针目 做一个引拔啊 好,引拔好之后呢,我们再往下 引拔一个针目 接着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又是七个辫子 就是和前面一样的啊 然后往回勾短针就可以 勾出来的话呢,是有四个啊 好,我们勾到最后 这里引拔好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在这个柱子上啊 就是这边我们是勾了半针 然后我们在旁边了啊 剩下的半针里面我们开始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里面勾中长针 再下一针我们勾一个长针啊 好 再下一针呢,我们是勾两个长长针 我们勾加针啊 这样呢,我们要勾三组啊 好,下一个针目 还是勾两个长长针 最尖上这里还有一个针目的啊 大家在勾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一定要找对了啊 好,勾好之后我们两个辫子针 还在这里引拔一下 引拔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啊 对面这里一二三四五六 也是有六个针目的啊 不要把这一针第一针给它压住了啊 不然到时候找不到位置啊 好,两个锁针 这边和这边的勾法是一样的啊 我们先勾三组这个长长针啊 加针 先勾好三组啊 好,三组长长针的加针勾好之后呢 还剩下三个针目啊 我们是勾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那这样子呢 一片叶子咱们就勾好了啊 好,我们就直接跳过来 跳到这边啊 在第一针这个针目这个位置呢 我们开始勾叶子啊 还是和这边一样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然后三组这个长长针的加针啊 大家呢 就按照这个规律来勾 和第一片叶子的勾法是一样的啊 把后面几片线勾好 好,这个我们勾到最后呢 给它引拔断线就可以了啊 这个叶子 还有呢 就是喜欢这个五片叶子的话呢 我们在起针的时候 给它多起两针 那我们勾出来的话 就是多一个花瓣啊 喜欢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着勾一下啊